晚安啊大家 嗨嗨 彎 彎彎彎 嗨嗨 今天比較熱 晚安啊 他就不見 糟糕我剛剛 拿了喝的過來 然後我擺在旁邊 我去生一下我的喝的東西 不然我會渴死 等一下 哈囉 這首歌 不知不覺已經紅了一年多以上了耶 我記得上一次拍還是在嘉義 這件好像正經嗎 沒有 我就看到什麼就拿什麼出來穿 這件距離上次穿也好陰 這陣子了吧 三到四個禮拜 有吧 至少有三到四個禮拜 人體蛋糕很狂耶 我那天在收海報我就隨手把它插在那裡了 有啦 人體蛋糕很厲害嗎 人體蛋糕 而且中間的是蠟燭喔 想不出什麼梗的時候就只好玩死自己了 基本上已經算是我們的最成功了 沒有啊 蠟燭就是給它許願用的啊 怎麼可能一次就成功摔爆所有人的膝蓋都重傷 我看看我今天膝蓋也不嚴重啦 就是黑一塊而已 但我昨天比較痛的地方是下面耶 結果下面反而沒有瘀青 我摔了不少吃 待會兒 光 �N dessevideo Club 悶 邵 禮明 警員 有... 一二三四 四 四支失敗版的影片 就是有各種 而且還有還有還有三人版 三人版 三人加蠟燭版 三人...喔這次摔最慘 這次摔最慘 因為這時候還不知道屁股要拱起來 我們自主練習了就 欸我們 最後一次一分鐘內 就成功了 哈囉 我們是蛋糕啊 我們是蛋糕 我們是蛋糕 加班不用認真啦 加班的時候保持心情愉快 就好了 生日會要穿什麼 生日會就是把你最華麗的樣子 穿過來 有多華麗就多華麗 最好是宣兵奪主的那種程度 怎麼樣 真的超過一分鐘 不是我今天腰痠背痛 我覺得就是昨天的生日蛋糕 真的是太恐怖了 因為 你知道 我們最後發現 腰要撐起來 就是我們在失重的時候 手往下撐 就是...就是... 我們全部上去的話 是腳都在上面 然後大家只能用手 撐住所有人的力量 然後 屁股還要... 就是屁股跟腰還要用力 就是... 反正就是要用力撐住就對了 所以我現在腰很痠 所以我現在腰很痠 差不多今天就是這種感覺 好人喔 喔 很痠 謝謝玉安的熊貓 熊貓眼封吧 合符合我今天的胸窮 那很好玩 而且他們昨天還在玩一個 你們知道 最近的抖音跟REELS很紅 一個就是... 一個舞蹈 就是用踢腳的方式 繞圈圈會看起來好像漂浮在空中嗎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被推送到 反正就是我們的REALS一直被分享的這個東西 然後很多外國人都跳得超強的 就是很有...就是有一個滑步一個滑步超神 然後我個人就是對這沒興趣嗎 大家也知道了 我做起來可能就是不是滑步可能是滑雞 然後他們昨天就很努力的在嘗試 長得很好笑大家 如果他們最後有要出影片的話 可以期待一下 沒有我對那個沒興趣 我是不會去嘗試的 滑雞可以 不知道欸有沒有影片師出要看他們 我不知道他們昨天到底最後成功了沒 他們練習練到一半的時候我還有在看 阿來問我生日花要穿什麼的 我這樣講完之後他會準備很華麗的衣服嗎 阿我喜歡... Zaru Soba 因為我喜歡加那個醬 就是...乾...乾的soba會... 有一個很像shouyu的醬 聽說他有一個特別的名字 不是我問的喔 那是誰 那是誰 他會穿得很華麗來找我嗎 我不要一起去試玩 生日會上班路開滑 你們可以開滑 我應該不打算 我可能會數在路上 會 好 那年代要對喔 年代不對的話 國家至少要對喔 我覺得湯麵不好吃 湯麵的話 他的湯 我覺得我喜歡蕎麥麵可能根本不是因為蕎麥麵 可能是因為蕎麥麵的醬 所以我本身對蕎麥麵 可以說是不感興趣 如果沒有醬的話 東亞嗎 東亞那邊嘛 你要是生得出來也是可以啦 到底有沒有主題 有啊 我們真的要分享主題嗎 蛤 你們喜歡我們先公佈主題是嗎 我們本來想要隱藏到當天的說 而且因為現在無期會沒有直播 所以就只有我一人獨大 我不知道可以說到什麼程度 就我不知道他想要隱藏到什麼程度 會開心啦 是一個大家一起同樂的主題 那要藏一下吧 有很想要知道主題嗎 如果知道主題的話 有助於讓你們挑衣服是嗎 台上台下的人都蠻開心的 看看是台上的人被整得比較開心 看看是台上的人被整得比較開心 還是台下的人笑得比較開心 還是台下的人笑得比較開心 我怎麼口紅沒塗好 有點懶得吐了 你有在期待台上台下主題嗎 沒有 還好 還好還好的樣子 台下被整比較開心嗎 不不不不不 我是真的只台下被拉上去台上整 那我要公佈了喔 等一下要公佈嗎 有了很想要Dress code嗎 我們這次是覺得太難了 所以本來是沒有打算讓大家Dress code的啦 沒錯沒錯 這次有很多公開促行的環節 D碗粒也是蠻開心的 耶 謝謝歐比王的樂氣球 已經過了 現在還 樂氣球 樂氣球什麼季節比較好搭啊 夏天搭是不是很熱 會不會太刺激了 你有要來嗎 喜德 公開處行太可怕了 大家可以好好享受一下 這個公開處行 如果 處行的 大家都很開心的話 就會有很棒的獎勵 很棒的獎勵 抽上台才能夠感受到獎勵 我覺得好像不用教大家特別Dress code 因為之前分享主題之後很多人去租衣服跟借衣服 我覺得 太 就是 這本來不是 但是主要是因為我們出的題目都太難了對吧 正常來說Jazz code應該是要讓大家可以從家裡的衣櫃裡配套出來的東西 我很抱歉 所以為了 為了讓大家不要有額外的支出 反正你們生活又沒有什麼其他現場的開銷 但是大家生活的開銷也不是看我們這一天吧 人家都是什麼顏色的衣服或是風格 我們就是 就我跟武器會不想要做人家做得到的事嗎 確實是應該從一個玩 就是 只要慎重打扮就可以了 慎重打扮就可以了 T恤也可以 T恤也可以 然後 對 可以期待一下生日會當天的週邊商品 跟遊戲 我們塞了蠻多小遊戲的 其實我有點擔心當天的那個 進行的時間會不會很緊 但因為我們這次的主題呢 有太多的想法了 然後就是 有希望 因為之前 遊戲可能就一兩個嘛 然後我們這次想要把整個生日會塞滿糖康遊戲 可能對於Iron來說會有點痛苦 但是 就是這次的主題有很多是 就算在台下看應該也蠻開心的遊戲 所以 所以 Iron對不起 下次不會了 下次不會再犯 沒有大家也不用壓力 不是什麼處置你們的環節 主要是要送禮物 主要是要送禮物 大家不擔心 來 來 來 等一下 所以喜得真的要來嗎 喜得有搶到胖嗎 有 有要來十月生日會 還是十月第二場生日會 第一場跟第二場內容不一樣喔 Iron的我怎麼很興奮 就是假I啊 阿伯 基本上應該是跟林奕雲差不多的I的程度吧 大家不用擔心啦 雖然我把它講得很可怕 但實際上應該蠻好玩的 然後 嗯 我們會盡量讓 生日會不要冷場 下下來讓科3681964的樂器球 請 就是大家假裝一人 Iron現在出十月生日會嗎 沒錯 林奕雲是iPhone iPhone風格的Iron 最近好像又多了一個測驗 什麼什麼幽靈的 但是我覺得不是非常的準 我測完之後太不準了 所以我就沒有玩 就我就沒有分享到限動 那個我覺得還好 剛好快關聖節了 小幽靈 你現在期待我們兩個的嘛 我們兩個的順中打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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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很 會很 會努力 哈哈哈哈哈哈 問題太少了 問題太少了 撤不準 你用林太龍頭 沒有林奕雲 沒有林奕雲真的看不出來是Iron 要分 我突然 突然跟你們討論討論之後 我就想到 我好像少準備一個東西耶 雖然沒有好像也沒關係 算了 就放棄了 算了 就放棄了 對 我少準備了一個 加分項 應該沒關係 吧 來不及了 要幫我戴嗎 當天打扮 有穿就好 有穿就好 但這個真的蠻可愛的耶 還是我們上去找找 但不想 我不想花錢買 我不想另外花錢 哎呀 忘記這件事情了啦 我忘記 我忘記 我忘記準備飾品類的東西了 我忘記準備飾品類的東西了 看我也沒 沒時間 算了咩 大家介意沒有飾品嗎 應該沒關係吧 來插吧 對 頭是那一類的 頭是那一類的 我完全忘記這就是啦 不要準備就不會因為我們沒飾品 我帶了被罵 很好很好 沒錯 但我最近就是也沒有空去買了 所以 give up 啊 華麗度少了一點 我們公司的倉庫現在 現在是我們認不出來的樣子 還在做作業嗎 呃 有 今天也讀書了 接下來應該會消失將近 也不是消失啦 就是會 就是 會淡薄名利兩到三個禮拜 什麼 淡薄名利是這樣用的嗎 會 會 會淡出螢幕兩到三個禮拜 生日回見 呀 淡薄名利 沒錯 太狠了 欸 明月這樣說話就不厚道了 不要全被當就很好了 哈哈哈哈 好恐怖啊 沒錯啊 閉關修練 欸不是啊 就是 我發現人家 都不怎麼為了 很大的考試會休息啦 但是 對我來說我覺得這些考試感覺 比當初學測還要難 幻影戰士 有這種不了解我嗎 都是考前一天才唸 喔沒有辦法沒有辦法 考前一天才唸的話會直接 會直接 會直接 會直接升天喔 直接現場見佛祖 好恐怖喔 當初學測我還是有認真讀書 欸你們怎麼知道 你們有知道我 有認真讀書嗎 公開說一下 我們都還沒有收到生日會報道的E-mail 哇 真的是 非常的 聽說 這件事情以外 還有很多 精彩的事 聽說還有很多更恐怖的事情 沒有不只你們的心臟很大 我們的心臟也 不是公演 是你們 關於你們 不是關於我們 也算關於我們啦 主要是影響到你們的事情 沒事 遲早會出現了 對 總之呢 加油大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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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保持美好愉快的心情面對為甜 有喔聖誕梯一定會變成聖誕梯喔 一定會變成喔 傳到橋頭 明天的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明天的什麼 明天的風會吹 沒有公布的東西就是還不知道 真是有神了吧 我真是有點困擾 我想要出什麼 新創意 而且因為接下來功課很重 就是課也很繁重 我得 我在想要怎麼樣 一邊在上課的時候 投錢 然後也不會被教授翻線 我之前 我之前都是在上課的時候 投錢名 但是以前教授不太抓 現在 現在高年級教授很嚴苛 沒有沒有沒有 做後面也沒啥用的那一種 你覺得我要專心上課的話 那可能會變成 新年T 新年T恤 新年新希望 歡迎看著我的明信片許願 現在的髮射都會被發現嗎 意外的好像沒有人針對髮射 但是因為布丁越來越多了 而且從後面看起來我好像8加9 有打算去染掉 但 設計沒空 就是 雖然說正面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可是我覺得從後面看起來 黑色的Z方太多了 不是染黑 要換顏色嗎 在想要換什麼顏色 看起來不8、9又好看的 知信點吧好像 米酒今天他倒是很嗆喔 對啊 主要不是這一塊 我覺得後面很醜 後面看起來頭髮很糟 白色的話我會直接剃光頭給你看 欸?要直播一邊簽嗎? 是不是可以的嗎? 我可以一邊直播一邊簽嗎? 還會還會換 應該沒有辦法換很亮的顏色 因為現在不能再飄了 對啊我也是覺得目前的髮色還不錯看 後面中間會有幾個分隔島嗎? 分隔...分隔島 真的假的 之前有人這樣做 邊直播邊 但是其實我有點難直播分型 因為我開始直播分型 就是我是一個完全沒有辦法一心二用的人 我覺得這樣子很糟 我...可以...有沒有什麼人類學家可以教我一下 從小要怎麼樣訓練孩子一心二用 就是我看到很多人可以上課一心二用 還可以聽到老師講的內容 我真的是覺得非常的佩服耶 我沒有辦法一心二用 因為...我... 我會變得...用一個...就是... 沒有再思考的腦子跟大家講話 放音樂直播念書了 那挺好的耶 我也希望我從...我從第一次直播 就是在前前平台直播的時候 這個劉華是怎樣 我在前前平台直播的時候 我就很試圖想要一邊讀書 結果後來就是大失敗 我一夜都讀不進去 而且我讀書是要比較專心的 我覺得我腦袋要轉很久 今天跟他剪劉海有點長 你超會喔 那你教我啊 確定很被愛現在唷 邊吃東西邊簽 喂! 我之前就是邊吃東西邊簽啦 我去年... 你們知道我去年的那個... 我去年基本上完全完美的 就是一邊吃東西 然後一邊再... 簽我的明信片 所以我的明信片裡 十張裡面有九張 全部都在講吃的 超多 超多食物明信片喔 去年偷偷作弊 用了貼紙 用貼紙去聯想 超讚 去年偷偷作弊 用貼紙去聯想 但我很開心一件事就是... 今年的聖誕梯 數量有一點點... 可愛 是... 是歷史以來的... 驚人的數字 歷史上驚人的數字 所以我還在想我要怎麼簽明信片 比之前多了... 兩倍以上 有一點不知道為什麼 是... 是兩倍 就是... 就是... 我不知道是誰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誰買的 我在想 畢業的很多人跟我沒有關係 你說畢業的很多人來買我的聖誕梯 有問題嗎 可能都用分歧 沒有 我們那個分歧是假的 實際上其實是沒有分歧這個制度的 龍線買了50件 過線仔 三件起跳 千層新年會可能 我覺得很有可能變成1月1號收到耶 對啊 畢業生沒有關係啦 是不是沒有搞懂我們的畢業制度 還是你要說畢業生的粉絲會來買 這倒是... 我覺得本來會買就本來就會買 不可能啦 哪有可能 因為沒東西買而買 新年禮物 這兩倍有扣掉去年老闆自己買的數量嗎 有 有扣掉有扣掉 我這邊沒有什麼畢業生轉推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對於... 本來是畢業生的粉絲的話 要能馬上轉推也不是很容易吧 那個心情... 不是說推就推耶 就是... 對 但我還在想今年明信片該怎麼辦 我才剛收到數字而已 所以我還在想要怎麼樣 怎麼辦 有沒有什麼明信片的創意 可以提供我 找槍手幫忙嗎 我要去找美術小編了啦 我要外聘 我要開設一個那個工作室 明信片工作室 出現重複的嗎 會啊 肯定是會出現重複的 之前有人出現過純印嗎 李彩潔嗎 感覺好像李彩潔會做的事情 無期會的點子可能 我們... 不是我們這邊適用 如果我直接採納的話 可能會造成大型走心事件 要不要試試 美人 要不要試試 要不要試試 就是... 特別指定你那張唷 無期會的創意 明信片分工場也行 老闆主要簽名這樣 不行吧 還外聘人家用美術啊 有看到剛剛有孩子 有個可愛的孩子說 他買了三件對吧 一件自穿 一件收藏 一件宣傳 請問是這樣使用的嗎 拿到無期的才是正常的唷 拿到無期的才是正常的唷 今年要是再有人說什麼 類似的幻話 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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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樣 不行 剛剛大家今天的留言都太嗆了 我這樣亂講話好像不太行 讀書讀太累了 講話會變得很 很口無遮攔口無遮攔 就會好運發生 玉安是人 玉安是幾乎在本台幸運拿到空白明信片的人 玉安才是本台超級幸運人士 什麼什麼哪裡可以被嗆 沒有這裡的被嗆都是欠作的那種被嗆 讀久負能量就來了跟工作一樣 沒錯 很慶幸我有一年半沒有負能量的時候 那算是幸運嗎 超幸運喔 米酒是不是不太懂我們這邊的生態 怎麼辦 為什麼米酒今天講的留言一直可以嗆 我覺得就是回去學校讀書之後 那個臨界點會很容易被碰到怎麼辦 就是感覺是一個脾氣很差的人 可以喔 歡迎大家衣櫃裡面七件都是放聖誕梯 易怒體質 易怒體質 這幾天很開心的一直看日本舞台劇的影片 看什麼舞台劇 而且我最近被強迫 我是功課的關係要看一部日劇 叫做 那個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好像Netflix上就有了 叫做什麼 呃 公司不是學校 然後裡面就是在寫一些 就是公司的一些 呃 反正就是很現實啦 跟那種年輕人創業有關 然後在公司跟學校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子 就是看到想要把手機摔出去的那種程度耶 對 是日劇 應該是新的吧 應該是新的日劇 好像也沒有很新 但也不是舊日劇 好像有兩季了 不會 勇哥辛苦了 加油加油加油 很現實嗎 很難看 不難看還蠻好看的 但是 因為我不喜歡看太現實的東西 就是會 拳頭很硬 誰演的 三浦祥平 三浦祥平是男主角 欸 島崎遊鄉 島崎遊鄉有演 然後算是主要的女配角 也是 賣 無論時間 有 去 走 你們 會走 你都不走 我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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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我們 而且去年萬聖節那個時候好閒就有出去拍照 今年感覺好像生不出來時間去拍照了 我現在是就是 需要大家 那個叫做什麼 就是不要太嚴苛追著我的女人 需要關愛的那種 我有在想我要不要把去年的 去年感覺我很瘋了 而且去年有認真出去拍照 去年跟著我的紅蘿蔔出去拍照 什麼紅之劍嗎 他最近又有新劇了的樣子 去年那時候再來一點去年發太多了 K5快去玩玩看 去年很認真不枉費休學 休學有認真的在 我應該要去P一下我的髮色吧 當心的用 我就把之前的髮色P成金的 就是看著我的髮色P 如果沒有去年也會看著我的髮色P 今天拍好少喔 說到今年我有拍一樣 然後要在P說一點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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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該跟去年差不多喔 重量的樣子 差不多啦 我已經很久沒有量體重了 老實說我不知道 不要 女貓想都別想 想都別想 現在兩個 我房間沒有體重計 我上次說 我是 是感覺上 就是我自己實際感覺上 但是我好像已經很久沒有看實際數字了 有啦有啦 上一次量體重在日本 在日本泡湯的時候 那一次有變重 變重多少 我那個時候有跟你們抱公斤嗎 我忘記了耶 周末來 周末大家一起來量體重怎麼樣 變胖0.6 好像沒說 是0.6嗎 我不知道耶 我記得有變胖 欸 最近沒有量 這進攻也沒有量 欸 聽說泡完溫泉會變瘦 是吧 所以很多 溫泉外面都會放起重計 我記得我泡完之後 量出來的東西 我還是覺得變胖了 吸水 我可能吸水了 畢竟我是麵條嘛 我一定是吸水了 我應該就是 就是進去泡完溫泉之後 吸太多水出來 我就變胖了 所以我現在沒有吸水的狀態 應該是比較瘦的 輪流上台量體重嗎 我是麵條 麵條吸 還是會吸吧 蕎麥麵好像不會 烏龍麵我確定會 而且烏龍麵泡 對 烏龍麵泡久了也會爛掉 而且我泡完喝了三瓶牛奶 我首先喝了原味 但我原味覺得還好 我就喝了咖啡牛奶 啊不 我就喝了那個 水果牛奶 但我也覺得水果牛奶還好 後來我就喝了咖啡牛奶 烏龍麵是敵人 對啊每一次麵類 一般的店家都會問你 是要SOBA還是烏龍麵 蕎麥麵泡久不會軟掉嗎 有些蕎麥麵就是很硬 老實說其實我不知道 應該沒有到42公斤 現在應該 不是很確定耶 可能差不多吧 可能差不多吧 之前的話 沒有到42公斤 但現在有可能 因為現在三湯正常 現在三湯正常 應該有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些人看著我說 欸你最近是不是 有更健康一點 然後有些人看著我 就是欸你最近是不是又瘦了 所以其實我有點不知道 大家評論標準在哪裡 臉嗎 臉一直都這麼胖 臉看起來大概有 46 47 到50 四肢的話 有的時候小腿會很水腫 那個時候看起來就會比較胖 說更健康一點的很會說話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都很會說話 我要訓練一下大家了 他沒知道我的眼睛 就是那個一路摸下來的色鬼 現在解小安送的可愛色鬼 欸我怎麼可能說CC胖 45公斤 基本上算太瘦吧 CC多高 但是我跟你們說就是 正常人的 正常的BMI 是不是至少也要到 超高 我已經對BMI沒有概念了 哈哈 對不起 體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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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脂差不多 26 25 26 BMI18 16.5 18到24 45下就不能捐血了 對 我 沒有捐血過 但是 我應該也不至於會暈 有些 哦 我也只跟正常BMI差一點點而已 算很正常 BMI48嗎 呵呵 不好吧 女生體脂通常比較高 對 對 成員們幾乎應該都過瘦嗎 嗯 老實說 對 一其身進來的時候 大家都 把標準降得很 欸不對 這應該算標準很高嗎 就是 大家都很瘦 所以 我們一開始要求的體重 真的很瘦 我的目標體重是40 然後我進來的時候 剛進來的時候 好像是45 46 然後 我只有某一年 疫情上下 有成功到40左右 因為都沒有出門 沒有吃飯 然後 疫情解封後 就差不多是 41上下 就40 41 飄來飄去 然後 最一開始一期的大家 如果過午的話 還會被笑嘛 就是那個 有AKB 50kg 但是現在想想 這是 50kg 跟他們的身高 本來就很正常 喔 成員 受得到有人在喔 像 秋萍 然後 吳婉玲 潘姿儀 都是受到不成人型的形狀 這三隻 沒有過40過 這三隻的體重沒有過40過 沒有 沒有辦法比 對 身高高的很吃虧是真的 但是Mina只有臉胖 她整個骨架好瘦 她的骨架比我還要鮮細 小羽也很瘦 欸 當然我不知道小羽體重 我還沒看過 我對一期生的體重 比較寮落執掌 但我還蠻好奇大家的體重的 三四期體重我們沒看過 二期的話 我倒好像也沒有主動去關心過他們的體重 但我覺得大家千萬不要在這裡 談論其他人的體重 因為我覺得男生 這個不是歧視 我覺得 多數的人 對於數字 可能就是 都太有自己的一番見解了 實際上很多人 就是很多人藏肉藏在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很多人 偏偏就是會胖在比較容易看到的地方 但是他其實其他地方很瘦 就像我們有成員比較容易撞大腿 就是他大腿會看起來比較有肉 但實際上他其實很瘦 然後臉頰也是 有些人可能臉頰看起來就比較圓潤 但他實際上身體很瘦 無同學有吃回來嗎 有回來一點點 但還是瘦 狗狗也瘦 狗狗也瘦 如果有消瘦會很明顯 因為他又高 超高的 他一瘦起來就超級明顯 他的手會細節 當然很多人明明就很正常 然後我想說一起身 當初大家的數字已經低到一個很可怕的程度 究竟那時候大家為什麼用這麼嚴苛的放大鏡 在觀察我們呢 你們知道那時候一起有很多粉絲就說 是不是變胖啊 是不是太胖了啊 這樣子 這麼胖喔 然後 現在想想有沒有覺得當時很嚴苛啊各位 但是鏡頭真的會放大 就是我在電視節目錄影的時候 我整個人看起來是寬的 我看起來超寬 前輩們可能沒有好好訓練求生日 我現在應該有好好訓練一下大家的求生日吧 大家還敢亂說話嗎 啊 不敢了吧 今天今天搞不好是節目 上節目真的就很容易變寬 157以下都不過事實 我們這裡157的 也不是完全都沒過 但是157以下多數都很瘦 瘦瘦小小隻的 頂多去跳海 誰 是說粉絲還是我們 過胖去跳海 傳統媒體機器是4比3吧 總之拍起來就是很胖是真的 體重話題太敏感了 鏡頭前都會看起來變胖 真的 而且 基本上直播就算開來瘦臉 還是很多人覺得我的臉很胖 直播其實也會 平函是真的很瘦很小 而且 他四肢 我一直不懂秋平函的力氣到底哪裡來的 因為 就是老實說秋平函前期也不是跑健身房的人 然後秋平函又瘦又小小 然後體價也很小 就是整個骨架也很小隻 看起來就是全身上他只有骨頭 可是他跳舞的時候怎麼會有力氣 而且他力氣很好 就是都控制得很好 我不懂 天選之人 對 他沒在控管 他動作頓點都超好看的 就是天生小偶像秋平函 想尊重都無法 因為他吃的也不多 的樣子 但是說真的 其實我們團體裡面有很認真在實行 身材控管的人不算很多耶 我知道韓國的身材控管很嚴苛 嚴苛到就是 有些東西是 連吃都不能吃 但我們比較還好 我們頂多有些人會是 需要 可能 特定活動前 要稍微減肥什麼的 他姓秋 品寒可能轉不開瓶蓋 但他可以轉開你的天靈蓋 好 真的 而且我就算是在 讓你動起來 我這麼努力喔 而且已經是每週去跑健身房喔 我 也只剩了零點幾公斤 一點意義都沒有耶 我那時候 瘦了0.6嗎 沒有一公斤的樣子 我是跑回等級 但我已經很努力了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跑健身房 有人大吃大花還是很瘦 不能吃肉油膩跟炸的 我們這邊就沒有那麼多的歸屬 就是只要數字是對的 數字OK就OK 一開始量體重前 大家都在吃宵夜 我就覺得我很悔恨 我當初就是宵夜吃的不夠多 現在我沒在跑了 我沒有 一直有在跑步就潘之儀了吧 潘之儀是興趣 潘之儀 他的跑步是進去死啊 對變得更有線條 其實跳舞如果有線條的話 會更好看 這就是所有喜舞之人 都會好好去訓練身材的原因 對啊他是倉鼠天心 他就是喜歡保滾輪 明年生日買一個大的滾輪給他 但是他有約...沒有耶 他好像不太約跑 他都喜歡自己一個人跑 他...他跑的公里數我覺得他都可以去... 他完全可以去報名全馬耶 他超級不正常的 他超級不正常的 他超級不正常 我說潘之儀 什麼可能有人要跟他跑啊 超遠耶 而且他是跑... 他不一定跑健身房喔 他很多時候是跑陸地喔 喔對他真的很難追 他說沒人陪他跑喔 真的假的 是真的沒人會陪他跑啊 沒錯 他有報名過陸跑喔 好像疑似有跑過喔 就是他跑一般陸地 對我也覺得他可以去報... 去報全馬 而且全馬會有獎盃耶 他可以在家裡... 放爆 真的跑很常的都是跑陸地 之前看公演直播 感覺到他的肺活狼 他的肺活狼是真的很好 而且... 就是他確實不太喘 他不太會喘 而且他是那種... 很... 呃... 常常吃沙拉公 你們知道嗎 就是... 你平常不會發現 然後認真去觀察之後 會發現 哇是強者啊 的那種 就是你本身看他 你不會覺得他是一個 每天跑十公里的人吧 怎麼看都看不出來吧 而且... 就是潘子儀是屬於小腿肌健壯的人 然後我一開始還想說 為什麼... 就是他的小腿肌真的太發達了 有一些人的... 就是其實小腿肌健壯 對女生來說蠻吃虧的 因為... 小腿肌有一些人光是走路 就會造成小腿肌很硬 就是... 那邊的肌肉特別的發達 然後他看起來就很大一塊很硬 然後我之前還有問過就是 潘子儀到底為什麼小腿肌會... 這麼的明顯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因為他每天都跑步 原本是想說什麼... 體質之類的 他就說 就是走路的話就很容易... 長那個小腿肌 沒有 他是跑出來的 喔對還有他騎車 就是他全部都是... 不小心用的要髮膠 反正他就是全部都有在訓練就對了 對小腿肌超難消 訓練有數... 他也是有腹肌的人喔 他是有腹肌的人 而且他超...他真的超瘦 沒錯 他真的是一隻鼠欸 他就是鼠 我們越來越鼠魔鼠一樣了 官方的... 欸真的假的 今天官方的照片有腹肌 今天官方的照片有腹肌... 喔喔喔喔喔 好扯喔 好扯喔 很誇張欸 很誇張欸 很...很... 很誇張欸 很誇張欸 好恐怖喔 太...太強了吧 真的是筋肉欸 但...但...但...無論如何 無論陰影有沒有在加深 但...代表那個線條是一定有的 好扯喔 健眉鼠 健眉鼠 是...是袋鼠 沒有...我...我沒有認真看到肚子 我有看到照片 但我沒有往內看肚子 你好 嚇得都歪掉了 拍人體蛋糕有一秒 他還有背肌喔 公演第三首到第四首都在看他的腹肌 那怎麼樣現場看到的腹肌感覺如何 你很深邃嗎 好我下次公演仔細看 喔下次公演我就不看你們了 我就看他 下次公演我就不看尊重了 我的眼睛就一直對著潘子一塊嗎 我覺得他應該會想要當健身教練這個職業 因為他會想要免費的健身機會 對 來自奶奶的嫌棄 果然是親奶奶 就很帥 而且我們其實平常的衣服都會遮住肚子這一塊 他手牽手一個這麼可愛的衣服 應是被他露了... 露了一塊腹肌 我要練一下嗎不要 我這腹肌沒有嚇我 必須不要 不要 不要 我人人還沒有到 人家說25歲以後身體代謝就會很明顯的感受到變了 就會需要運動 我到25歲以後我們再來考慮怎麼樣 好歹還有兩年 25歲以後 我的腹肌不見了 好下次他自我介紹的時候我認真看 我的腹肌不見了 已經沒有了 現在不行 現在吃比較重要誰還管你腹肌啊 25歲以後代謝會下降 我的已經團結起來了 還好我對我的腹肌並不要求 我希望他們和樂融融就好 健健康康的 開心吃心情好 不得不說我覺得有的時候這個 壓力大的時候吃確實也是一種解放 但我好像不靠吃 很多人會靠吃甜點 摸起來是硬硬的嗎 還是...不是軟的 當然你... 腹肌還是要平常用力的時候 他才是全硬的啊 但是我確實戳下去不會是軟的 背景是在無法鎖利關 是的喔 我之前靠買 但我現在沒有 我已經好久沒有要買東西了 真不敢相信 再來是我嗎 啊... 只是行動沒這麼明顯而已 有彈性的囉 全放鬆下來的話勉強有彈性 現在快樂來人睡覺 我要睡覺 我到哪裡都只想睡覺 而且我現在去公司 就是我會一直不小心 就是一直不小心的 真的是不小心的一直在打哈欠 然後在我一直打哈欠的過程中呢 我順便的所有成員就會開始 然後就會接二連三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全部都在打哈欠 然後我就會...對不起 就是...我全部就會...被我的影響 而且打哈欠是真的...沒有辦法控制耶 是...只要不小心喵到這個人 身體就會打哈欠那種... 很酷耶 這到底是什麼原理 為什麼即將人做別的事 例如挖鼻屎的時候 就不會想挖鼻屎 太好了 專輪 打哈欠傳染 沒有我通常去公司的時候都不能睡好不好 我不知道 可能又有人握手會進來之前挖鼻屎 我不知道啦 我覺得說打哈欠超級明顯 就會...大傳爛 開始睡的時候就不用去公司了 你哈欠肯定超用力 謝謝天羽娃娃的女巫上座 看到女巫上座我就想到 我為了萬聖節在Libli那裡 累積了一些可以萬聖節穿的衣服 但我已經好幾天沒有打開Libli了 太跑了 而且Libli更新之後 跑去別人的島要跑超久 要跑去別人的島上要轉超久耶 還在雨缸 對啊我還在雨缸請假 好我現在打開來澆水好了 因為它現在跑超慢 整個要重新讀取耶 為什麼啊 喔快取沒了是嗎 我的島現在肯定超好 不是清除快取現在超痛苦 重新讀取四 不是我主動清的 好像是他們清的 對吧 現在要切董 早上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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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現在 交換什麼 他前兩天開的時候有 啊 那我知道了 我今天早上按了右邊那個鍵 右邊那是同意嗎 好吧那我開始囉 我開始讓他跑了 我下意識按了右邊 對我的反射性按了同意 他根本 我根本沒看他寫的內容 這就是台灣人了 昨天膠室很痛苦 我現在也很痛苦 安安 哈囉大家 對呀 呀 5G很快 我不是要5G耶 我是4G而已 其實我今天沒有很累 但我今天還是很想睡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你們長得看起來很像周公啊 不知道這樣講話有沒有很失禮 可能你們長得很像周公吧 就是看到你們會很像睡覺 天氣關西嗎 被我發現了 尊重啊尊重 周公怎麼了 像周公不好嗎 我在看我自己 可能是我長得很像周公吧 來下棋來下棋 下什麼 五子棋 圍棋 跳棋 你們可以像周董 可以可以可以 周董明年要去日本辦演唱會耶 我是不是已經跟你們說了 我預計要飛 遠大的夢想 天良好個秋 不小心沒有 沒有澆到水 對我要上去唱 再冷宵耶 想不到啦 日本演唱會都要用抽票的 去當翻譯周董才不需要翻譯咧 有阿蘇逼就要先來台灣了齁 請問有人成功搶到有阿蘇逼的票嗎 聽說我的朋友的朋友有搶到 但本來試圖要搶票的那個朋友沒有搶到 剪歌環節說我要唱歌 真的嗎 那個粉絲KTV粉絲KTV 專場還沒 我覺得很難搶 阿所以是先搶那個是不是華山的 這邊 再一明天 簡單生活節的 聽說有人有搶到 專場 不知道耶 十二月 啊 我們在高雄的那天 你在高雄幹麻 啊動漫節嗎 真的假的在現場恍惚嗎 簡單生活節 去PTT的話會有人放票啊 大家有沒有什麼今天想要聊的話題 在那邊快要睡覺 怎麼會這麼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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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我穿太暖了 嚴格啊 是不是穿太暖了 我一定是今天穿太熱了 導致我現在很飽暖 就是現在很暖 很想睡覺 老闆明天上夜的行程之後 怎麼可能知道 沒有辦法 我們昨天上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啊 看不出來可惡 我現在腰痠真的 又腰痠背痛到底是因為唱歌唱太晚 還是因為人體蛋糕 好痛喔我的腹部會痛耶 腹肌很痛 腹肌很痛 開始之後確實會很想睡 對可能房間需要瞳孔一下 不要起來跳一下 就已經很悶了起來跳一下可能會死我 我可能會數掉 我安安講了嗎 我跟朱家安 撞車的故事 我安安整個臉頰當下都紅起來了 然後 我想說我的鼻子有沒有掉下來 我的鼻子如果壞掉了的話 就會變成人工的了 哈哈哈哈 他今天直播嗎 安安今天直播嗎 還是他用什麼都不能跟你們說 好 安安要整個就親起來嗎 那我的鼻子比安安的臉頰硬 我的 我要去跟他道歉 我要去道歉 我直接說不 Brasil 我要去道歉 lab� 不好 出來 好 神經的 怎麼會有鼻子殺人的問題 怎麼會有鼻子殺人的問題 我的鼻子好硬 我嚇到了 天真好鼻啊 Mina的黑心跟我的鼻子就沒有關係了 不是我用鼻子去撞她的 喵耶耶 謝謝好好的夢幻中胖子 我用鼻子撞到她結果臉頰黑心 她的臉頰黑情 我用鼻子撞到你 我用鼻子撞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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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鼻子撞到你 我剛剛說我的鼻子超堅硬 他真的完全沒有事 欸有不好說 我鼻子有看起來歪掉嗎 還是變挺了 幫我看起來會變挺或歪掉的問題 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你們比較常看我的鼻子 有沒有撞一個變挺了 如果變挺算是半人工吧 靠著周家安的臉頰 真的假的 真的變挺了耶 太白癡了 我現在抱歉 你們看得到他的臉欲親嗎 就是有明顯到直播看得到 他真的被犧牲了 他們現在說 算完你之後 我的鼻子變剪 變挺 大家之後 大家之後會排隊要去找周家安整形 鼻子要變挺的話要先去撞周家安 唉唷 真的假的他直播很明顯喔 等一下 我說大家之後要排隊要去排隊找周家安整形 他說沒問題耶 不行吧 他會先被整形吧 他這個再撞幾次他就要 他就要毀容了唷 對不起安安 是我沒有即時煞車 他居然說沒問題嗎 為了幫武奇惠親生玩人體蛋糕啊 我們不像嗎 我們就當天壽星就武奇惠了呀 安安要推他們出來擋 聽說 聽說長很像是嗎 聽說跟妹妹長很像 所以把妹妹抓出來擋的話應該不會發現對不對 一波就痛 事情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大家剛剛在安安台有沒有聽完昨天的前因後果 就是昨天的前因後果就是呢 我們昨天去找 武奇惠在唱KTV嘛 然後 我們在找 包廂號碼的時候 就是我們看了那個號碼 然後 是一個 反正就是 我們在找那個號碼 但是有點迷路這樣子 然後安安那時候就很自信的說 再往前一點 再往前一點 這樣 然後他就把數字記反了 就是那個數字可能假設是12 他記成21 這樣子 然後結果 他就 就走到了那個21包廂 就直接推 欸不是 怎麼記的好像12這樣子 好像12 然後他就又推進去之後 我就發現完全 肯定就不是我們認識的那個包廂嘛 然後他就馬上又把門 就是關起來 然後我們就在後面嘛 然後結果 我就沒有煞車 因為我就 原本要走過去說 欸等一下 那個 好像不是這間這樣子 結果他就一關門之後 一轉頭 我就砰 而且撞超大力 然後 我們當初 當場就是 抱著對方 然後 痛到快要哭出來 超痛 當家真的超痛 但我沒有想到會到他整個瘀青 我的鼻子果然真的是太硬了 真的燈要撞滿大力的 是撞到他的右臉頰 欸 左臉頰 右臉頰 撞到他的右臉頰 他的右臉頰這一塊 其實撞到 撞的當下他這一塊就很紅 就有點紅掉了 對啊 我的鼻子 我的鼻子真的沒事嗎 哈哈 目前 目前摸起來是真的沒事 轉頭瞬間撞到 所以衝擊力是真的很強 就是 我們 就是 苦 這一次只有安安受傷的世界 鐵打的三根 跟瑜青的臉頰 對 對不起 我們互相殘殺 沒有耶 這樣 還是他其實看起來挺是因為腫了 但我剛剛壓他沒有什麼痛感 對 他整個紅了 但我當下有痛 可是 當下痛完之後 好像唱KTV的時候 我就沒事了 我想要安安有這個後遺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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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鼻子 就是其實我的鼻子 已經算是我的五巴裡面 沒有到這麼好看的位置了 如果這樣還是整的話 就是白花錢了唷 然後 但是之前 之前 之前有人說我的鼻子是整的 讓我感謝一下這個世界的科技 就是 果然 整出來的自然鼻 已經跟自然鼻一樣了 然後 就是 我之前上節目的時候 有人說 好可憐 就是 年紀小小就要整鼻子 就是 其實我覺得我整個臉的五官裡 硬要說的話 比較沒有那麼喜歡的 應該算是鼻子 然後 所以他 他在下面寫說整鼻子的時候 我有說 他這算是一種存在嗎 通常覺得這個人的鼻子是整的 是因為好看吧 還是因為不自然 但是因為 就算不自然 那我也沒辦法 因為這是我的自然鼻子 那如果他是因為我的鼻子很好看 而稱讚的話 那我就超開心 很正能量 謝謝 真的真的 妝 妝化得不錯 妝要 妝很重要 耶 我有跟阿爵說 我去看了他的生日看板 鼻子哪邊不好看嗎 我覺得 比較 其實我的鼻子已經算挺了 但是因為從正面 很多人的鼻子 是從正面看不到鼻孔的 然後我會 我如果側邊的話 會有一點點 很輕微 很輕微 看起來有點朝天 一點點 然後 所以這應該是我 比較沒有那麼自信的地方 但也不嚴重 就是至少 目前為止 至今為止到23歲到現在 目前還沒有這個動過想要動手術的這個 這個 想法 那其實現在的醫美跟微整技術已經很厲害了 很多人還是會 會希望自己能夠更 邁向自己心中更好看的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也沒關係 而且本來就是 欸 志祺七七 大家知道嗎 志祺七七 整個完全不要 我昨天也是為整 我昨天也是找抽槍為整 我很抱歉 志祺七七那個 很厲害 但是 但是我沒有覺得不好 就是可能 最一開始我覺得整型的行業還沒有到那麼發達的時候 人類這個物種本身就會先主動去排斥一些比較不熟悉的東西 所以老實說一開始整型開始比較 開始進主流的時候 我也沒有到這麼的覺得很棒 就是我沒有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可是到現在就會覺得 其實如果 能夠後天讓自己變得更加自信 其實我覺得自信是一個很影響人的個性跟成功的 成敗的一件事 因為有自信的時候 不是說自信過剩喔 是有自信的時候你的氣場會很正面 然後你會影響你身邊的人也會覺得 跟你在一起相處是開心的 那 可能跟 就是可以跟個性有關 可能跟其他實際也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整型確實沒有辦法影響 可能你會變得更聰明 可能你會變得更聰明 或者是你的工作能力會更好 但是會讓你整個人的氛圍變好 那其實我覺得 人類生活上有很多是吃個性的 就是你一個人跟你相處舒不舒服會影響 假設你工作能力其實很不錯 但是你做人會讓人覺得處處有一種就是跟你相處會有點被帶著針 要被刺的感覺的時候 可能就不會那麼想要跟你當同事 可是就算你工作能力沒有到那麼強 但你很好就是很好相處就是很好的朋友 就會覺得跟你工作也很開心 就算慢一點那也沒關係 反正跟你在一起沒有不舒服 就會覺得工作是開心的啊 就沒有壓力 所以就是我覺得 自信影響到超多層面的 而且 其實自信也有影響到學習效率 就是有些人會對於自己的 可能學校課業 或者是說工作上面不自信 然後可能有些人其實能力蠻好的 但沒有自信的狀況下 你就會變成沒有辦法發揮你100%的 那個很強的能力 因為你會處處都捏手捏腳 就是啊感覺不能做啊感覺不能做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提升自信如果可以從 讓自己變好看就有影響的話 超級值得 但我覺得也是因為社會開放了 就是我以前確實也比較沒有這樣的想法 長大之後就會覺得 自信是花錢買不到的老實說 像多少人要去學羅蘭的自信課 之前不就有開過課嗎那個 之前那種Press Play嗎 就是之前羅蘭就有來開過自信教學啊 那你看羅蘭就是一個 說真的他也不是一個到做宇宙無敵帥的男生對吧 但是他的自信美跟自信帥是不是影響了很多人 就是以客觀來說 客觀的就是不是主觀的覺得他好看的話 客觀來說他其實 不是什麼現代人覺得那種 Chowy K-Man的男生對吧 確實不是每個人都說有趣啦 但是他真的還算是 算是影響到滿多人的了吧 對OS我超帥 客觀來說看起來是一個很強大的人 你彈生日好生日 生日快樂 自信自信自信就對了 今天已經是天蠍了對不對 對今天已經是天蠍座了 已經進入天蠍座了 生日快樂 耶十月寶寶 就算不是天蠍座也沒關係 生日快樂 那這個生日過後的第一場公演 有沒有打算好好的來個好位子啊 要搶票的時候要認真搶喔 這個我的病角 我剛剛走之後就不要輸他 他是要一直被我出來說去 你會不會覺得很煩 先賣票 好我們期待他賣票 公演要走點賣票啊 現在正常來說公演這個時間該賣票了嗎 是有晚賣票嗎 好位子要用搶的吧 搶的嗎抽的吧 不知道要先等這次的售票資訊 該賣了呀 該賣了呀 差不多了 應該也差不多了啦 應該也差不多了啦 下個禮拜把我猜 對不起我要打阿欠了 公演到現在出國了 下個禮拜 好該不會 那不知道這一次 這一次大家 這次大家會不會乖乖來呢 通常都週二要賣票 下禮拜不賣就微了 哇 週二如果正常要賣票的話 現在還不公布 也是很微耶 哈哈哈哈 這個喂 欸 欸 為什麼我都看了 喔 看到了 西看又暗開上的 吐吐我啊 吐吐我啊 理論上這種 喔 真的假的 耶 烏美的話應該是可以賣完的吧 機票價全都受不了 還是怎樣 Jeky不管怎麼樣禮拜五先來 禮拜五晚上先飛過來 這樣怎樣兩場都看得到 怎麼樣 要不要 無論如何先買了 先買了 一定買得到的 一定買得到的 真的 一定買得到票 就算反服的話 我跟你說 你就在群組說 我已經買好機票了 就是 我沒有買到公演的位置 一定會有人試票給你 哈哈哈哈 我們有苦肉記 乖 悲情牌苦肉記 可以的 先教你這一招了 一定會有人試票 絕對會有人試票 我們要相信自己 我們要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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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要要要 你先點一點也要說 你你你你 我跟你說 你當時候你先買機票 然後 有人罵我說 我說不要這樣熊湧大家 走吧 拿機票換門票 好啦 好啦 但我只是想說 後面買機票的話 更傷欸 我要買機票 是虧大概三場以上的公演 買了買了買了 我可以問一下機票退票的價格是多少嗎 還有哪些成員會出演的問題 這件事情呢 直到禮拜 直到公演的那一天 我都還不能跟大家保證 要當天他有出現在才行喔 要公演當天他有出現在才行 對耶 也不知道哪一場踢哪一場踢 因為我也還不確定這個是 是不是正式 所以我也不能偷偷先跟大家講 我妹 四斗 現在 而且總共有幾場 大概也不知道對不對 只能去 是 十一不能到了 酷酷 十月的公演 九一九都賣了 差不多一個月 現在剩半個月 可能延期嗎 不可能延期的樣子喔 我們其實不太會有公演延期的問題 總共有 兩場都有你自己講的 總共有幾場 這個我也不知道 等公布那個時候才會知道 畢竟大家也知道 現在公司的計畫是跟著滾動式推動 所以要等到 已經發出去的官方資訊 我們才會知道 畢竟我們通常跟你們是差不多時間接收資訊的 而且我們的資訊其實不能當真 就是 對 他公布前隨時都可以改 對吧 公告沒確定之前都不能確定 所以 大家是 就再幫我看看 但是 假設 假使 如果 可能也許 我們都不能確定 先打個 給我自己打個強行程 如果 不止兩場的話 我可能狀態不會很好 我自己都有點擔心 假使 假使 這是假使 因為看大家都在猜測 嘛 也不是不可能 不過 可能也許 我們都不能確定 如果不止兩場的話 我就要對大家來說一定是開心的 強行程要強在這嗎 直接注射在行程完嗎 也是可以 就是如果是三場的話 因為剛好 打到其中週 基本上其中週不太能睡覺 然後 再加上體力的話 可能就 會不是很好 所以 如果 看起來很 很 狼狽的話 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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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歌 沒有 怎麼可能 對我都忘記這件事情了 不可能吧 這樣 went 不要 我怎麼活著走出來 就看我在哪一場雙眼開始 開始站著睡覺 可以問一下 SE什麼時候拿掉我們的嗎 我們看到了隔天 沒事他們還在喬東西會有 昨天看到就已經不見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其實我不知道 原定是11月11、11月12 還有一個SE活動 然後就已經被拿掉了 你知道的時候就已經被拿掉了 喔!羊熊那裡還有羊熊那裡的小罩消息是嗎 所以不知道怎麼辦 沒有啊 如果假設公演要三場以上的話 兩場以上的話 假設我們保守估計三場 SE兩場的話 整個舞是五場 我要跳五場 我可以請教嗎 沒有這樣不是我三場 這樣是我五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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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會走錯位置 我先說 我一定會走錯位置喔 你們也不用睡覺了 你們不用睡了 五場 五場不只我吧 五場不只我嗎 五場 五場的 只有我 只有我 啊!沒有! 對! 因為他們有帶 喔! 對! 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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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咪沒有五場 潘咪沒有帶位 如果 不知道這次 靈一跟靈一雲會不會產生帶位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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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咪沒有 因為潘咪她本身她的位置不用帶吧 對不對 潘咪的對位是誰 不知道 應該不會吧 不知道 好 但是有課業壓力的 是不是只有兩個人 然後有課業上程度不好的 是不是只有一個人 我是不是 哇! 蒼天啊! 蒙蒂啊! 愛情啊! 劉小琴 捱 沒有下癡 하겠습니다 來自我休息 來自我現在休息了 來自我現在休息了 我開始休息了 我要休息了 我要去休息了 我要去休息了 我要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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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每天都對著我的同學說我想休閒 我要休閒 要不要開休閒嗎 太壞了吧 太壞了吧 要中槍幾遍 科研不好的人只有一個舞蹈總位有問題 也是只有一個 我要升天了我要燒起來了火燒屁股了 那個足元 什麼 什麼火砍 我要看一下複習一下 老師對不起我複習一下 很明顯沒有背起來 足元二 火燒屁股了 火燒屁股了 我很會學禮致用吧 開始走上坡嗎 我還有上坡可以走嗎 啊 猫的手也要借掉 現在猫的腳也要借掉 我希望牠手腳都可以借我 最好是可以幫我跳舞 就別只借我手了好不好 四隻都借我可以嗎 臉也可以 卡歐摸 因為可愛 不會跳的話也沒關係 大家要讓我崩潰一下 我現在在跟林芸說我要熟學 我就是那個 我就是會去煩朋友紓壓的人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得喬好不好 什麼喬一下 沒有得喬好不好 沒有得喬好不好 要喬誰 要喬誰 人家今天快就回來 不然怎麼樣 要不要我們線上勾演 人家請那個在大看板 螢幕大看板 一鍵查詢查案的精神狀況 失智中 請稍後 要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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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機會的話就是公演跟SE都見 發動救中 我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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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捏一遍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其實如果可以去SE的話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麻 欸別別別 別敲 別敲 我可以的 我可以的 如果有機會可以去SE的話 我覺得也是一個機會 對 畢竟之前 沒有機會碰到 完全 走 呃 除了曼捷以外 曼捷同仁站以外 還 沒有去過其他的場子 呃 喬你可以的時間啦 你可以的 哈哈哈哈 大家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的 好可以的 好 就是 就是在晚公布的話 不只我們要喬 你們要喬一下喔 祝祝 記得 SE是新的場 嗯 確實我之前 是 這應該也不是第一屆吧 這是第幾屆 因為我是 我之前是真的沒聽過 那有可能我 沒有在碰這個圈子之後才有 你 加大緩慢去是什麼 哈哈哈哈 放後面嗎 確實確實 現在被我放很後面 你可以的 蔡安 你可以的 你可以的 我 錢包 我 我 加油大家可以的 我們如果幸運的話 我們首先呢 就公演劍 公演劍 有ACE劍 ACE劍 玩公演劍 公演劍 有ACE劍 加大那個現在 對 確實這個時間上 還不算危險 但大家有看到前幾天 有那個嗎 公開一個活動 還有一個活動 還有一個活動 哈哈 偶像機 11月26號 歡迎大家也可以來 看我們 我那個時候就起床跑完了 到時候如果臉很臭的話 就是我沒看好 如果偶像機 我的臉看起來很糟糕 就是我沒有考好 我要活下來 偶像機我就考完了 我只要等屬修就好 哈哈哈哈 沒錯 就是我 我偶像機的時候 我就已經考完了 到時候我就可以等屬修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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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如果沒有我的話 如果到時候人員沒有我的話 可能是我傷心欲絕 被自己的那個 被自己的考卷 嚇死 偶像機是26號吧 有低 有低修 啊 教授只要當得很 那就沒有低修的問題 大家知道吧 現在這個問題就是要看誰比誰狠啊 天啊 二十六號 二十六號 我相信是二十六號 票滿貴的呀 我知道我知道 我好歹 也 不是大學新生 也不是沒有試過其中退選 還是我其中可以一路退選到最第一選集喔 最第一選集 又別分 我太早休學了 盡量不要停修 會員必 好 晚安啊 Romeo 這首也好老耶 高三 我高三的時候還是大贏 我現在很希望我自己的腦子超好 就是聰明伶俐的那種 請問有沒有什麼 那個 有什麼 各位人生前輩們有沒有什麼 吃什麼或喝什麼 可以讓腦子特別聰明的嗎 除了喝咖啡跟提神飲料以外 有沒有還有提神的東西 銀杏吃一下嗎 欸我真的沒有吃過銀杏 是不是要試試看 我腦袋吃不行 要不要吃聰明藥 而且我最需要應該是 哆啦A萌的記憶吐司 我現在需要所有東西一次讀完都會記熟 因為我是讀書很慢的人 就是我要讀好幾次我才會背起來 開始試試 聽說銀杏不好吃 銀杏沒用吧 早前是不是要實際 我已經很早睡了呀 欸我現在幾乎每天都是1點多左右就睡覺了 不然第二天會數掉 這需要的是考慮 我考慮其實沒有很差 但就是 呃 拆體 沒有到可能正常平均值啊 沒有到沒有很差 昨天也沒有到很晚睡 就很早睡啊 但我缺記憶力我缺記憶力 壓人中才清醒 這不一樣這個清醒是昏厥的那種吧 我很早睡 我很早睡 可能大概六七點 考試前 不要去爬山 誰會去爬山 誰考試前會去爬山 好 林韻昕那個不正常 林韻昕那個沒有在睡覺好不好 可以每天盡心冥想 考試前 考試前去抽血 考試前就是不要做平常不做的事 我 睡覺 考試前誰爬山啊 金月山嗎 對啦 那個岩壁的部分是不是 枕頭山枕頭山 我需要一個會猜題的同學 我需要一個 像Doraemon一樣的同學 那你要不要走點下巴好呀 該念榜了大家 大家我們今天該念榜了是吧 今天走點睡 是多少 多少睡 考前兩個禮拜開始讀的話 大家考試那一週還會記得嗎 我也覺得60分就好 但是我不知道60分有沒有 謝謝Jacky 哈 真的假的 考前兩個禮拜讀 就沒有辦法考試前一天好不好 好 前一碗讀就 那我等於前一碗真的不用睡 早一碗讀 許亞貝的糖果收集車 來不及啦 太大了 範圍太大了 對我考前沒有多少試 有讀有差啦 好 就信了 我知道切懂是聰明兒 應該是吧 你怎麼有把握記得兩週前的東西 我有把握記得兩年前的舞蹈動作 也不是每一首都記得 以前都 我還寧願搞作業 因為搞作業就會有夥伴Carry 好是不會太難吧 好是不會太難吧 resel我都忘了 不會啊不會啊不會啊 還是記得的啦 還是可以的啦 卡 這不是卡 哈哈哈哈 好啦我們應該要快使念堡了 老師出的不會太難吧 好想考試嗎 天宇想不想來當打手 天宇我其實覺得 稍微裝扮一下 老闆你應該也可以長得很像我 有沒有答案進去幫我考試 沒有考古題大法嗎 考古題 沒有什麼用 欲哭如淚 身高可能沒辦法 好失禮 不會啊 學生證跟身份證上看不出來 身高 老闆可以像有些傳媒 邊開直播邊讀書 邊做作業 不行 我沒有辦法一心而用 我一旦一邊直播一邊做作業的話 我就會 我就會消失 我真的不行 而且大家會覺得很無聊 其實我不希望大家覺得我的直播很無聊 因為我太沒有辦法一心而用 所以如果我一邊讀書的話 直播會變得很無聊 對啊 而且我記不住 謝謝你 老闆台不能這種的 就紓壓紓壓一下 每一次直播都是那個 壓力解放台 每一次直播我都會喊一次 哇 休息 大家會一直看我的頭頂 然後會看我想睡覺 好 從今天開始我們的政策就是要播短一點 雖然很狗面 但是我會 我會 我會 專心直播 但是可能就是 以後直播時間會短一點 大家OK嗎 我這次講了三點嗎 直播時間要短一點 謝謝博成的叫劉玉婷唱給你聽 都叫他唱給我聽這麼久了 我也還沒聽過他唱給我聽 好的 念寶兒真的嗎 那我要念寶兒自成相識 謝謝 我也是這樣覺得 謝謝 蔡兒不要跨夜 蔡兒快關直播 我要先落實念寶 念寶念寶 好的好的 念寶念寶喔 那我真的要念寶喔 速度念寶 開始喔 人生第一次在十一點前進入念寶環節 真的是太不可思議了 這算是今年來的成長 難道就是二十三歲的我嗎 好的 今天的第十名 今天的第十名是 再給我五分鐘 擦一下眼淚 直播辛苦了 選組合世界第一可愛美少女生日快樂 這個是不是上一次念過了 請問富瑋姐姐是不是還沒有熟悉二十三歲的我啊 二十三歲的我現在念寶已經是非常早了 我會在十一點前就念寶 十一點前就念寶 十一點前就念寶 我 你現在如果還沒有改革新簽名 我就沒有辦法 知道你今天要打什麼唷 是不是是不是 哈 你以為換了新眼鏡我就不會刁難你了吧 跟眼鏡沒關係我沒有 好可憐 雷哥到前面發生什麼事 就是呢 前陣子老闆一直很擔心科學家這個 就是生活跟學業要兼顧 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蔡老闆本身生活與科業無法兼顧 現在會有一個 嚴重的問題 就是我們要縮減直播時間 以至於讓菜麵條的這個生命維持持久一點 所以我要念寶了 不韋哥再不再不改那個簽名的部分 我就沒有辦法念了喔 接下來沒有補登記喔 好前十名的前十名的快點下一個改 下一個改給你們的時間 直播天使我要調整嗎 應該不會調整欸 兩天已經其實蠻 我覺得會帶給大家一個比較優質的體驗 一個禮拜一天的話 怕大家就很快就會忘記我 很有可能吧 大家變心是變得如此的快 想多少人當初是被我的直播掉來的 是不是是不是 所以可能應該 做了一個禮拜還是至少會有兩天 為了及格歐帕只好先剪一段時間 練集上再來說一天播兩次 一天播兩次 就交給林玉欣了 那我們就交給林玉欣了 這個他 他行他來 原來是記得直播 不是記得蔡恩本人嗎 就是要靠直播記得蔡恩 對對對對對 面面領經文轉推再個人 蔡面面如果一個禮拜不直播超過兩次的話 大家很有可能就轉推再個人 他是要領活動禮物喔 最近有什麼活動嗎 萬聖節的 天秤住的 天蠍了 謝謝 謝謝 謝謝靠近遇到那氣球 萬聖節 萬聖節禮物是什麼 有那個嗎 特效是嗎 我來看一下 我已經很久沒有 沒有 我們這邊特效有增加嗎 沒有 任務獲得 任務獲得 目前都沒有 有一個快樂喔 喔有一個 但是那個也不是 期間限定的活動 有一個任務獲得是什麼 戳戳你跟朱朱你的禮物收集達到1000會開放 是一個貓咪耳朵 然後旁邊會寫貓 但是那個應該不是萬聖節對不對 那應該是平常就有 這次都只看我 真的假的 育安不是直播 常勝軍嗎 到處都有 到處都有 都有育安的影子 但他做完了都沒有做效 還是可以抽iPhone 但是要30萬 什麼要30萬 喔魅力貓我是基本款 是基本款 但我到現在才知道這個東西 好啦我要念榜 我要念榜 應該改好了吧 全10名 我已經給你們4分鐘了唷 今天的第10名 直播辛苦了 感謝老闆大恩大德 我Watch南網 看來有很多11月的活動 能夠跟你們見到面 真的是太好了 希望可以到一半就好 希望我可以全到 不然我的生存指數會下降 生日會第一排見啦 和一直一直都是愛著你的唷 11月的活動看起來有很多 如果我可以全到的話就好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第一排耶第一排耶 第一排 趁我這個禮拜精神還很好的時候 生日會可能是我最漂亮的時候啦 大家生日會見 生日會見 禮拜六 這個禮拜六 今天的第9名 你們讀書辛苦了 才能讀聖教要保重身體 今天也是世界第一大可愛生日會 最後一盤見 等一下 天宇的這句話 跟剛剛的第一盤 形成了強烈的贊品 這樣沒有問題嗎 好天宇 沒關係我跟你說 抽上台玩遊戲 是不分前後左右座位的 就算是最後一排 上台的機會應該也是有的 你等著我吧 我努力抽 我把最後一排的人全部都抽上來 就是對 其實還是滿多 抽他上去比碗力 請問可以跟我比碗力嗎 跟我比碗力 跟我比碗力怎麼辦 怎麼樣 都怎麼辦 我右手也滿有力的 我可以試試看 怎樣 天宇對自己的碗力有信心嗎 好欸 比碗力 上台比碗力 我也最後一排 請問可以換第一排嗎 反正都是第一 都是一排嘛 對不對 我為什麼會握槍槍你 所以嘛 大家來試試看 這是比碗力的環節 歡迎大家現場報名 謝謝天宇 我的黃金右手 沒那麼多最後一排喔 我會讓比賽瘋狂平手分不出什麼 那 好啊 那就看你能不能努力讓我們平手囉 這樣子 這樣子超過 如果超過30分鐘的話 他要不要加價 腳步配件你在進化欸 我的腳步配件嗎 喔 天宇嗎 天宇 天宇本人 本配件嗎 他的腿不掛件唄 配件跟掛件不一樣喔 那個掛件的形 掛件的想像 掛件的想像 物 跟什麼 應該說是同樣的東西 但是加了掛件那個感覺就是發著腿 請 想像一下想像一下 一隻迷你天宇 然後掛在大腿上 然後用雙手環抱的大腿然後晃啊晃 大概就是腿部掛件的感覺 可愛吧 大家具象化一下晃啊晃的小天宇 嗯 意外的大家反應不是覺得可愛 所以我說 天宇做人是不是有失敗的部分 有人說你像胡迪欸 天宇說你像胡迪 如果是胡迪的話我可能沒有辦法 你像胡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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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竟然看到胡迪的梗嗎 胡迪的梗圖 很恐怖 嗨 你是巴斯 所以你要飛向宇宙浩瀚無垠了嗎 今天的第八名 妹妹直播辛苦了 做出加油 我們也需要縮短文字 縮短文 不是 縮短念榜文數字 文字數 生日會中間牌見 太好了 現在大家全部都在半位置 我們中間牌見 謝謝Jacky 耶 中間牌我們現在第一牌 最後一牌跟中間牌都有了 我們現在開始從中間大海撈針了吧 我們可以撈一點平均值了吧 今天的第七名 妹妹直播辛苦了期待生日會 期待見面 欸欸欸 他今天 博承是有史以來 最 難道實習過後的男人就是不一樣嗎 現在言簡易改 這句話 一句話就透露他所有的期待 太優秀了 博承有太大的成長 果然實習對一個人是有很大的幫助 太厲害了 他居然平常要用四句話解決的事情 他講了一句話 博承今天怎麼了 今天有跳躍性的成長耶 期待生日會我們順便會見 不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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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就結束了 這不是我認識的博承 很短很短很厲害 成長了成長了 今天的第六名 今天的第六名是很帥氣一行字都沒有聊的 CKUMK 感謝CKUMK 優秀 太優秀了 都是為了簡短的念榜時間 是嗎 收貼心 很棒 這個就叫做滾動式修改政策 今天的第五名 今天的第五名是 等一下 不得不說 圓公館今天是不是一句話都沒有講 但是他在第五名耶 圓公館剛剛有參與這個話題嗎 今天圓公館是醒著的嗎 我覺得我現在已經沒有資格這樣問大家了 之後可能會大家要問我 今天的參與院是醒著的嗎 謝謝圓公館 感謝您今天的付出 他竟然丟了禮物就掛著了 一如既往帥氣 所以我說本台是不是都會有很多很帥氣的行為的人士 他在坐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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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回家 小心回家 難得有他回家前我已經下播了是不是 我現在要趕在大家回家前我已經下播 今天的第四名 你們怎麼辛苦啊 老闆是不是會見色孔的我 還是快快坐在最後一排好了 欸欸欸 等一下 可是這樣是 只有最後一排可以選擇狀況嗎 如果不是的話其實可以做 如果是的話做最後一排也不影響觀賞體驗 如果不是的話其實也可以不用只選最後一排 因為玩遊戲不是看排數 玩遊戲是抽人上來 所以無論你坐在天涯還早都會抽到你 請期待一下 不管你坐在哪我都看得見 謝謝考學家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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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好 也不一定有大家一起玩的環節 算是玩嗎 但是就是 多數的話是要抽籤賬 抽籤上來玩 今天第三名 好期待好期待 好期待我像你 想見你 生日會見!好運的座位 喵喵喵也好好休息 盡量不要熬夜喔 其實玉安好像一直都很報喜不報憂 我印象中玉安有跟我報過的時候 位置都蠻好的 果然 生日回來有回歸玉 今天的第三名 玉安 我們生日會見 今天的第二名 今天的第二名 我問我朋友如果生日會抽到她上台怎麼辦 被問你喜歡妹妹哪裡要怎麼回答 她說她要說我喜歡妹妹的粉絲 太好了 剛好我也喜歡我的粉絲 看來我們很合拍 期待生日會 心情要見 十一月好運 我分一點運氣給你 希望你會可以活下來 糟糕了 我這樣有點擔心 希望你的朋友覺得我們的生日會是好玩的 不要覺得我們太荒謬 今天的第二名 謝謝小安 好嗨 欸 她講喜歡我的粉絲 這樣我很光榮欸 那是我的粉絲 被我交得好 出去 人見人愛 可可愛愛 是不是 那個叫做什麼 人 是不是有另外一個對句 另外一個四個字 不能幾句乖乖乖乖乖乖乖 那個 人見人愛 人見人愛 人人見 花見花開嗎 好了 其實我的醬油門未來走出去 人見人愛 花見花開 今天的第一名 今天的第一名 太好了 我們的新年新希望 希望醬油門接下來可以花見花開 希望我的醬油門接下來可以成魚落雁 可以 可以 可以那個 油爆琵琶拌遮面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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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溪師捧心 車見車載嗎 欸 其實車見車載實用很多欸 春去春回來 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 對 而且我說的是 全醬油喔 今天的第一名 妹妹怎麼辛苦 來 週六見 好好第一次生日會 我們生日會見 好黑 沒錯有毒素就是不一樣 屁啦 有毒素的話才不會亂用這些東西 今天剛好在11點01分 結束我們念本環節 Impossible 這簡直就是跳躍性的成長 果然23歲我就是不一樣 我已經開始有政治力了 我很棒 謝謝晚安 耶 屁啦 大家晚安 晚安 我是二三四的茶 好呀 私密到上來我來看一下我們晚安歌 真的不可能耶 好開心喔 我神聖第一次破解了我自己的 詛咒 不要摸因為晚睡這件事情的話 我加油 掰掰 我愛我愛我 我們生日會見 生日會見 新月有見不完的活動 公演見 如果幸運的話SE可以見 嘉義大學也可以見 偶像機也可以見 對吧 我怎麼記得11月還有一個活動 還是 喔 另外一個是你們去不了的 有一個是你們去不了的活動 但11月還有活動 好開心 充實快樂 好開心 充實快樂 尾牙之類的 大家不要亂猜我之所以說你們去不了就是因為 你們真的去不了 人家公司的尾牙怎麼樣 怎麼樣 要去嗎 人家公司的尾牙 好可怕 這麼早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早 換進去是不是 現在同履歷 好的大家晚安 下週主播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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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有難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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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啦 那個應該已經公布了吧 不可能還沒公布吧 蜘蛛魚 蜘蛛魚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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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開心喔 能夠被工作塞滿的時候 我實在是太幸福 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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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還沒公佈 沒有沒有沒有 是不是 好 等一下喔 Saba Heo 還沒公佈 還沒公佈 不是這台南欸 沒公佈過也太雷了吧 那大家這裡先幫我保密好不好 這一段 這一段就是先完全保密 就是其他粉絲也不要講 就先你們知道就好 因為我覺得還不講很奇怪 也有可能是沒了 就先當 先當偷偷的 就真的不可先 先不要跟別人講 啊他先當不知道 如果那天是沒有行程的話 那當然就是可以留的話就留 但是因為有點遠 目前是這樣子的 應該11月5號照理來說 要有一個高雄的虱目魚活動 但是因為很近 已經是11月5號了 就是再不公佈很奇怪 所以要不就是可能沒了 在我們不知道的狀況下 要不就是還沒有公佈囉 所以 對 還沒公佈前都不確定 但是 我們自己這裡是有敲定的 那我 待會下播之後我去問問看公佈了沒 大家先不要幫我講出去 如果第一時間 就是OK了 可以傳閱了 我會告訴你們 這樣子 然後如果是不能講 就是 我都沒有講話的話 就是還不能講 這樣子 好嗎 大家先幫我守著這個秘密 因為 太晚講了 我又不以為你們只要知道 你看你們都知道 11月20 幾號的偶像季兒 11月5號 我很沒講 那11月5號 不 欸 不 不 不 然後就就講 啊 大家不可以傳出去喔 我會被罵 11月18是嘉儀大學校長 大家是可以來的唷 好 太好了 偶像季兒默默 可以的話多分獎 對 可以的話 我會用多分獎 啊如果不可以的話 我就都不講 這樣子 OK 喔 我剛好每個月 不是 我剛好每個禮拜 也都有考試呢 呵呵 呀 好的 大家晚安 掰掰 如果有在中南部的大家 可以來的話可以來 但是 我覺得北部的大家 如果突然之間要排 5號下來的話 可能有點硬 就是 而且當日來回 等於說你們要來的話 可能就是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剛剛是不是 哦沒事 哈哈哈哈 好的 晚安 拜拜 欸等一下 我是不是要說下個禮拜的直播時間 請問我下個禮拜的直播時間是什麼 今天是26號 下個禮拜是11月1號 11月5號是禮拜日 下個禮拜是11月 下個禮拜是11月 10月30號跟11月1號 10月30禮拜一晚上9點 然後 11月1號禮拜三晚上9點 跟這次一樣走一個速播 10月1號 趴的 就趴的就沒了 這樣子 下個禮拜的直播是 趴的那一種 就是 趴的 拜 的那一種 嗯 好 謝謝大家 晚安 對 速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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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來找我 速播 我一下就會不見了 只是 秀的 趴的一下 再這樣再這樣 我覺得我看起來快快掉了 哇哇哇哇哇哇哇 J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